博州杯快起组半决赛 王天忆对孟臣第一局啊 给我看蒙了的 一会儿老王直红一会儿老王直黑 一会儿时间又跳跃了 从六分钟咔下变三分钟了 这中间好几回合没有了怎么办呢 我开始发挥想象力往上填 才有了这期视频 他开局前几步也没有 但是这个比较好猜 开局老王是跳马 孟臣挺足至马 平炮上马出具 三不虎 黑方也是出具 然后红方进三兵 这出场率最高 黑方进炮封锁 那这边怎么办呢 小火马 红方可以走巡鹅炮 未来对兵 这个进炮呢也能防止对手双炮过河 红方现场是 马二进三 平风马没问题 孟臣呢也没有进炮 他补向 非常冷门 准备走拐脚马 红方左鞠抬一步 黑方还是上马 红方抓的话 对手可以进鞠看 平炮打鞠 他可以藏在马的身后 或者放这 这有点帮对手走棋的嫌疑啊 抓马没便宜 红方来霸王鞠 孟臣 穿弓马 红方跟一手 现在还是有打鞠的棋啊 一打就得回家了 如果还进鞠呢不太合适 因为红方会双举抢类 你没做 孟臣走个啥呢 炮二进一 串打 而且让对手罚战了 没位置了 红方补向 黑方上市 红 左鞠 徐云和 黑方出个贴身鞠 哎呀 九路组脱根了 老王瞄一下 还可以出去抓炮 挺好 孟臣这时候又走了个怪招 将炮 拽回到家里 要去打鞠 等他躲开好朝上运马 红方抓炮 那黑方又打 还是鞠大呀 对一下 黑方 电炮 这是什么阵法呀 双鞠双炮双马 再一堆 老王也没拿当回事 走了一个近鞠过河 就这一步 落入下风了 我拆解了一下 最佳招应该是这个 退炮 因为黑方这棋反弹力度太强了 得赶快解化 如果跟实战一样 跳马登鞠 那红方要躲 进马吃兵呢 红方可以平炮对炮 对手如果打掉 那红方吃鞠呗 坐了再吃炮 这起又相当满意了 黑方鞠被对掉 这边空门 下一步 红方鞭炮发射 再退两步啊 红方平炮 如果黑方不出手呢 他比如说走这招 点鞠下而路 这个红方也有办法 他可以金蝉脱鞘 黑方鞠被打 他如果说平炮反打 那就砍呗 吃炮 做掉再吃 炮打鞭族 之后下底 打中族都可以 这个起呢 是军事 前面说了 此处啊 红方应该是退炮 老王选择禁居 黑方进马登居 家里下而路 已经没人了 红方稳健 应该先退回来 老王是进 要跟他拼 黑方进马 红方也进 孟臣禁居到下而路 这个鞭炮没跟了呀 红方发射 黑方平局别向腿 要去吃中向 只好收回来 黑方在平局 拉住居马 这一下 红方进攻也停滞了 挺难受 先补个试 这时候孟臣又发现 一波好奇啊 马四进五 两波就进来卧槽 红方没招 你进中兵的话 黑方就踩啊 下一波小卒过河 无人能挡 你补向他也是冲 有人掩护啊 红方一眼就还是别冲了 双炮发射 家里不管了 干吧 黑方进马 不能称势啊 否则黑方平局 左马挂了 得了 别防了 炮打中足 黑方握曹将军 出帅 目前黑方回马将军 那是可以走的 孟臣不急 他先来一招进炮 哎 他跟红方的右鞠 拉齐了 难道说是想走这招 吃炮 打鞠 有可能啊 老王平局吃拙 就是说你走这招 那我就抓炮 当打鞠的时候 红方杀底相 无解 砍尸就死 他如果跌马 那红方就下底炮 下一步退鞠杀 还是无解 这些人是咱们想象的 回到实战 当时的情况 孟臣时间多呀 他一眼就发现这个陷阱了 实战选择回马 炮将 老王顶住 黑方进马再将 胜局 以地 天一想了两分钟 随后投了 现在炮将 中炮被踩 红方只能往这垫 关键黑方下一步 他有一个炮轰抵势啊 打着局你不能躲呀 黑方大刀弯心 马上就没了 红旗顽强的下法 只能是砍马 黑方吃军 吃完之后 黑方的旗还是不少啊 首先卡着马 除此之外 炮打底相 你如果吃 那我还是大刀弯心 老王也是实在没招的 才投的 看来孟臣这个地球位是外号 还是有点说法的 这个快骑组呢 就是孟臣击败了老王 一胜一合 进入决赛 好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